今天这个小本本将会给予我们写谁谁去世的能力 那么拥有这种能力的我们 该如何使用这个小本本秒天秒地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阳 今天这个数据包可以说对不会英文的玩家来说 非常的不友好 让指定的怪物或者村民死亡 需要在第二页写上怪物和村民的英文名才行 就比如说这两只在树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村民 兄弟实不相瞒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养了一只蝴蝶 什么蝶 我死你蝶 是吗 那我今天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 你已经死了 在指令界面输入 Villager is death 就可以直接处理掉离我们位置最近的村民 而且啊 医生提供的死亡诊弹书也只会说 患者死于心肌梗塞 并不会怀疑到我们的头上 非常的安全 除此之外呢 这个笔记本还能规划出许多种不同的死法 我们拿小雕雕做演示 输入摔跤摔死 然后呢 处于无敌状态的凋零踩在石头上一滑 哎 摔死了 我们换种死法 这次我们输入的死法是 被中午岩砸死 好的 独立工具玩够了 试试看魔法攻击怎么样 被魔法炸死 他就被直接秒了 不过这个魔法的效果 着实有点简单了 我个人认为啊 最离谱的死法 还有属这个 被僵果炸死 真不知道这个数据包作者 是什么神奇的脑贵路啊 居然想到了这种折磨人的击杀方式 简直强到离谱啊 那么最后 这本小本本 也是可以杀死处于同世界的玩家的哟 你们看 我现在忽悠一个小月进来 哎 小月在吗 在哟 哎呀怎么了 我这里有个素材 需要你上线帮忙打一下 OK 我这就来 趁他上线就好了 我们在笔记本里面 输入小月的账户名 死因就写 被铁针砸死了 哎呀我来了 怎么说 就是现在 我疼 发生了什么 一上线就凉凉了 哎呀一定是你搞的鬼对吧 哎 我不是啊 我没有 再说了 我们之前隔了几百格 我怎么可能坑到你啊 你没有证据 不要冤我好人啊 谁说我没有证据的 我都看到你手里的那本小本了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哎真的我没有看过冬怀片的啊 臭弟弟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此为止 数据包名称已经在我头顶上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搜索 下载来玩 我是阿阳 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小月我错了 变大小本没写我的名字写我 哼 还没完呢 让这关下给我错一版吧 啊不要啊